南投县政府社劳处引法人才服务据点为了培养引法人才 日前在持恩社区办理职业讲座 鼓励引法人才有机会也可以再次投入职场 除了为他们家庭增加一份收入 也为县内增加引法人才的劳动力 所以我们在持恩社区这边办理的职业讲座之外 也希望说在普里地区能够发掘一些有就业意愿的引法劳动力 希望说未来在劳动力缺乏的时候 我们引法人才如果有预愿的话可以投入职场 获得另外一份收入来改善生活 这个是我们办理这个讲座的最主要的目的 未来我们也希望说能够在普里持续性的办理相关的讲座 然后挖掘相关的劳动力 然后提供给我们企业来运用 这个是我们引法人才服务据点的一个重点工作 千元陈一军表示 台湾目前面临少子化以及高龄化的问题 因此提升55岁以上就业人才的增加是可不容缓的问题 也希望透过这次的讲座 未来可以美和普里在地企业 有需要人力可以雇佣引发人才 解决劳动力不足的问题 台湾是少子化还有高龄化的一个社会 那所以如何能够增加我们55岁以上 那在65岁以下 甚至于65岁延后退休这一群人的一个就业市场的增加 我觉得现在是刻不容缓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议题 希望透过今天的讲座 未来也可以美和普里在地的一些企业 那这样子不但可以让他们学以致用 而且也可以促进我们的就业市场 那更重要的是 像这种非典型的一个就业的工作机会 我相信在现在的社会来讲 是为大家所欢迎的 副一长排泄肯定先辐射老处 成立引发人才服务据点 并且透过多场讲座的办理 培养职场引发人才 希望这样的活动能够持续地来办理推广 在增加他们的收益的同时 也能够缓解非典型就业市场 劳动力不足的问题 记者从为一 普里真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